点出学生族群在校园或家庭中可能面临的心理压力 学生团体Easy Youth推出校园心理政策白皮书说明 学生团体整理自杀和忧郁压力来源 还有校园心理辅导等重要议题 同时也指出 虽然台湾学生在国际学生能力评量中成绩亮眼 但国高中和大学的学生 忧郁盛行率和自杀率逐年攀升 比起追求课业表现 调试身心状况的能力可能更重要 情绪的议题是我们的学生 非常非常 他们目前在求助里面很重要的 都在第一名跟第二名当中徘徊 身心偏差跟困难的这一些孩子 那又可以怎么做 最好的方式是他要有一个转嫌跟个案的会议 提出万字建言 学生们希望相关单位和三党总统候选人 能听见诉求 推动心理架情绪教育纳入课纲 并加快完成学生辅导法修法 让校园的心理政策更周延 原始新闻综合报导